然後現在說 海峽兩岸的情勢 已經這麼緊張了 結果馬英九就告訴大家說 都是你們讓美國更高的官員來 所以台灣才會這麼的危險 但除此之外 你怎麼看之外 還有就是這個週末假日 其實也有一件這個事情 大家很多人很關心 韓國瑜 韓國瑜講說 很多人勸我要雲淡風輕 但我內心澎湃洶湧 所以他又想幹嘛了 其實韓國瑜事情我等一下再講 我先講一下剛才的事情 你說馬英九一天到晚在唱衰 我們台灣對不對 真的搞不清楚狀況 你知道嗎 最近北京十一國慶要到了 你知道嗎 從七月八月九月 你知道中國大陸發生多少起爆炸案 他們光四川有沒有 還有遼寧的化工廠發生爆炸 之前珠海還有那個飯店 整個爆炸也死了不少人 那接下來還有 這個最明顯的就是我們在前幾天 就是放假的時候 北京的順意跟通舟這個地方 竟然發生這個爆炸案你看 這個烈焰沖天了 而且就全部都是白煙有沒有 那你知道這個案子發生之後 包括說現場當然有救護車救護人員嘛 你看天空出現了很多的直升機 你知道嗎 你直升機去救災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直升機連現場依照我們的經驗 就是在抓人啦 抓人 到底有沒有什麼武裝部隊或什麼東西 他馬上要禁止嘛對不對 好那另外我們看到這個白煙好了 這個白煙跟那個白色的火光 跟紅色的火光有沒有 這很明顯啦 中國大陸封鎖這個消息 包括微博全部都清掉有沒有 他封鎖了12個小時告訴你說 是因為現場聚集了十幾個瓦斯桶 你真的正下瓦斯桶爆炸有這麼多的煙嗎 而且這個白煙 我剛才講白煙跟那個白色的火光有沒有 我們依照化學來講好了 這就是化學藥劑爆炸嘛 化學藥劑爆炸 那什麼是對 那化學藥劑有兩種 一個就是肥料廠 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彈藥庫嘛 所以這個很明顯 就是這兩種情況而已嘛 那你告訴我你還會有什麼 而且說實在話 在順義機場這附近有沒有 你也知道機場附近 大家是不是都要安全維護是很嚴格的 是嗎 怎麼可能有爆炸 你怎麼會發生這麼大一個爆炸案 而且爆炸是連續四次喔 而且我那個其實這個爆炸案 剛發生的時候 就有朋友就傳簡訊給我跟我說 這好像是他們的導彈基地爆炸 我是不知道 因為中國大陸封鎖了整個消息 而且告訴你說現場無人員傷亡 對啊為什麼要封鎖消息 這就奇怪了 那我就跟你講 在十一國慶之前 中國大陸發生這麼多起的爆炸案 你覺得這個國家的內部是很安全 沒有動盪的嗎 而且看起來只有我們的國民黨 跟我們的一些一些一些 我實在是很討厭講那個字 就用舌頭的那個 只有這些人喔 我真的是覺得 你看國民黨的炮火一次 對啊你看沒看到任何實質 他們覺得蠻可惜 台灣不應該是棋子 誰跟你說台灣是棋子 對不對 我今天要當棋子 我也是那個G可以橫衝直撞那一隻啊 對不對 那你說這個國際事務部的主任 講說蔡政府大內宣過頭 對不對 務虛不務實 那你覺得中國大陸講的那些幹話 比較起來我們是小兒科啊 對不對 我們什麼時候務虛不務實 難道我們要去跟二鄰居交朋友嗎 對啊 我就一直在講說美國叫我們開打 對不對我剛才不是講的嗎 我聽到的消息是美國就說開打 沒關係你打 而且說實在 美國跟台灣保證 如果這場仗一開打之後 一天兩天之內就結束了 我就跟你講說不要再想那麼多 今天該打不該打 當然我們是避戰 我們也不求戰嘛 對不對 可是我們不能夠逃避啊 這種事情 那中共這樣飛去這樣飛飛飛 哪一天那個警察 我就跟你說 那個那個習近平 腦袋如果哪一條心 小怕點了 他如果真的打過來 那我們怎麼辦 難道我們不需要因應嗎 我們不需要去應對嗎 我們不需要保護自己的國家人民嗎 所以不要再講這種暢衰的 那種失敗主義 對台灣人來講 這些話 留著你們自己內部講就好了 連美國國防部長都怎麼講了 這個老共要打 這個實力差我們差太多了啦 這樣才對嘛 所以就跟你講說 這個科技發展到目前為止 在2001年中國大陸才進入WTO 那你覺得二十幾年之後 中國大陸真的能夠跟一個 強盛一百多年的國家當比嘛 對 好啦那我們就講說 好了現在講韓國瑜好了 韓國瑜最近喔 他的動作實在是 我就跟你講說 他今天出來的時候 任何舉動任何的動作 還是會引起大家的關注 就果然啊 對啊 而且他又講了這句話 你看這句話真的是 讓我聽了實在是 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怎麼說 他說許多人欠我雲淡風心 但我的內心依然洶湧 澎湃洶湧 對不對 那你澎湃洶湧 表示你還有那種欲望在那邊 而且是很強的欲望 對 而且強的 才會澎湃洶湧 對不對 如果起了小小的聯誼 那也就算了 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看澎湃洶湧 表示他還有那個鬥志 其實我站在人性的角度來看說 韓國瑜當然了 2018年9月10月開始就捲起一股寒流 捲起千堆血對不對 他就覺得說 他的魅力 他的影響力是無可比擬嘛 臺灣像也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成功引起一股寒流 一種潮流這樣 所以即使他之後來選了總統 方腔左板 對不對 輸了輸了輸了兩百多萬票 對不對 他不覺得啊 因為他覺得五百多萬票 在臺灣史上 政治史上的話 也也沒有幾個人可以跟他比擬 對不對 你接下來雖然被人家九十幾萬給罷免 可是他講說還有一百多萬人 沒有出來投票都是支持他的 深信不疑 所以自有催眠 像唐吉柯德一樣 他覺得自己是一個勇士 是一個戰士 所以他能夠依然澎湃洶湧的話 那我也是很祝福他 對不對 那可是你看 他這個李萊希有沒有 這一張的聘書 讓我又想起其實 這個又有一種隱喻的含義在裡面 這張聘書是什麼聘書你知道嗎 這是總統大選的聘書 顧問聘書 你都選完多久了 連市長都被罷掉了 都已經回家養老了幾個月了 對 這種往事 為什麼會這個時候被提起來 而且煞有其事的頒聘書給李萊希 對 緊握他的手 這就是你跟你說 我將再起 而且我的目標就是選總統 對不對 選總統 對啊 我選總統的人對不對 我現在只能嘴巴 等就好 所以很多人一直講說 什麼選桃園市長選高雄市 選什麼台北市長 選總統 那我都說 說到你嘴嘴好把 就告訴你說 他的願望 他的理想 他的報復 就是總統 不可能再去選那些東西了 對 你看 而且你看他 9月19號出席 那個陸軍官校的專修班的領會 124桌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 這撞出來真的撞桌 他當初有準備這麼多桌嗎 沒有啊 近百桌而已啊 撞這個要三十多桌 所以他就出來你看 這寒還故意給你大進場 你那時候還不是說要低調 都騙人的 我就告訴你 那時候重溫那種被萬民擁戴的感覺 對不對 而且接下來他測試他的水溫 我以前就告訴你說 他出來就是在測水溫 他覺得我的寒粉還在不帶 我的那些支持者還在不在嗎 對不對 真的很豐盛喔 他那天還高唱夜席 夜席就是當初選高雄市長 所以在在說的一些小動作有沒有 而且還告訴我 愛國家的心還是非常熱切 對國家喔 對人民永遠不變 對不對 當然啦 那這種東西不需要拿出來講 你現在需要拿出來講的是 愛家人愛老婆 對對 因為說實在話 你愛國家愛人民這種事情的話 這每個人放在心裡面就好了 你今天如果沒有政治企圖的話 你幹嘛宣誓給大家知道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從這些小動作 在在可以說得出來 他沒有忘情要選總統這件事情嘛 對不對 那好啦 這個故事也相當勵志啊 對不對 你都可以因為九十幾萬票罷免的 你還是心系總統那個大衛啊 所以這個是很勵志啊 從哪裡跌倒就從哪裡爬起來 對不對 可是我是覺得說 講這些 他說好像非常親近的人士 親近到什麼地步我也不知道嘛 對 我跟鄭照星也不錯啊 所以我算不算跟他很親近 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是聽到說 現在目前為止 鄭照星就一直希望說 你能夠把這些舉動有沒有 這些過激過明顯的舉動 可以慢慢把它壓下來 說實在 你在現在曝光的話 你只會在政壇上訴敵嘛 對不對 最明顯的就是這個蔣萬安啊 你現在說你要選台北市長 蔣萬安會不會起笑 對不對 你擺明了 我都已經我要選台北市長了 你不去選總統 你擺明了 又放風聲說要選台北市長 對不對 你不是跟他瘋 可是我說實在選台北市長 對韓國瑜來講 根本沒有一點勝算 雖然對台北市有很多人支持韓國瑜 我們當初也知道說 很多深藍的人 很多那個韓粉對不對 他是台北市人 可是說實在台北市更多的是什麼 是知識藍跟精英藍嘛 這些精英藍跟知識藍 在那個總統大選的時候 今年初已經含淚投給韓國瑜刺了 因為你韓國瑜 國民黨裡面沒有支持者 即使我瞧不起你 我認為你是草包 我覺得你不行帶領的話 可是因為基於我是藍營的 看到民進黨我建律就色盲 對不對 我建律就去哪裡 所以我就含淚投給韓國瑜 對 可是說實在 他現在已經有一個蔣萬安 而且又年輕對不對 而且又是蔣家的後代 又是國民黨未來的希望 你覺得韓國瑜這個時候出來跟他PK 你會贏他嗎 所以他出來的時候你看 某媒體說街頭民調 過戰台北市民不贊同 當然台北市民不贊同 而且贊成市民中有益辦事這樣 我跟你講今天如果任何一份民調告訴你說 韓國瑜的支持度高於蔣萬安有沒有 我可以很明顯很明確的告訴你 大部分都是綠營 我討厭韓國瑜的人在灌票 又在灌票 我在跟你講說你這個民調根本基準不一定 你只要剔除那些綠營的 剔除那些不支持韓國瑜的 來做民調才會準 可是你現在民調的技術上 要能夠做的這麼精準是有困難的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啊 在目前為止我看來 而且他也應該也夠聰明 台北市長絕對不會是他的囊中物 兩年前他是想選台北市長沒有錯 可是現在實際已經過了 而且他當了高雄市長 他知道當市長事件古猜市 他不會再去抓假 不然沒錢再去選一個市場 要創誰 所以我就說他要選他要看的話 他一定是規劃總統這個大會